主席 主席 大家好 主席請 蔣部長 部長請 政委員 委員 部長 本席上一次質詢過 兼任教師終點費16年未調 教會部現在有兩個方案送行政院 我們其實已經在上個禮拜 我主席的會議 我們部內定案了 部內定案以後會跟人事行政總署這邊進一步的溝通 行政院什麼時候核定 我們其實應該現在正在進一步協調 之前也有一些溝通 現在儘快協調 我希望應該是在一個禮拜之內應該可以溝通完成 我們就送上去 那什麼時候開始實施 初步現在規劃就是說 因為從預算的執行各方面的角度來看 我們還是有我原來的規劃 從新的學年 就是103 新的學年是103學年 對 部長 現在所以可能採的是基本工資調漲方式嗎 我們這 其實這個方案應該不宜由我這邊來 兩個方案您知道嘛 您也講得很清楚 一個是基本工資 兩個方案嘛 我現在部長我跟你算了一下 原來現行兼任蔣師 16年未調的實薪是575元 那這個助理 兼任助理教授是630元 剛剛講是蔣師嘛 對不對 這個對 蔣師跟助理教授 如果平均每週八小時來看 原來薪水分別是一萬八 那麼跟一萬九 這個只有九個月薪水 如果算把它寒暑假扣掉 平均薪資蔣師剩一萬三 那如果以基本工資調漲幅度來算的話 我也算過了 一樣每週八小時 兼任蔣師是22K 兼任助理教授是24K 部長 你覺得這樣夠嗎 以我們國家家庭支持培育一個博士 部長你會不會覺得即使調漲以後 這個薪資還是很辛酸 對我想 具有博士學位的同仁 他用兼任的方式來謀生 這個是一個其實非常不理想的情況 在大學裡面也有三層是這樣 還是非常辛酸 所以部長 所以上次我質詢的時候特別提到 我不是只講兼任終點費 我請各位校長也要注意 我們的兼任的終點教師 九十學年只有兩萬七千人 一百學年暴增到四萬四千兩百人 顯示我們校園嚴重的非典化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要拜託部長也要各位校長 要嚴肅的來面對各位校長 要嚴肅的來面對校園非典化的這個問題 還有校園勞動的問題 因為校園我們要做什麼勞動教育 如果自己沒有帶頭來捍衛勞動權益 我們就沒有這個資格做勞教 所以我請部長你回去針對非典化 跟教師員額跟薪資 跟整個校園的勞動權益 包括助理等等的勞動條件做全面的檢視 再提出結構性的改革可以嗎 我想這樣子針對這個我們在校園內 剛才這個委員提出來這些現象 我相信我願意做一個 我願意可以做一個完整的一個分析以後 提出一個未來從教育體系這邊 我們能怎麼做的一個報告 我想願意來做 這個去年審一樣校務基金預算的時候 本席特別關注跟透過委員會決議還有提案 要求學校針對大學裡還有違憲校規 要來進行修改 部長也很關心 你也承諾全面了解 在本席現在看到今年的情況 我這邊特別嘉許台北大學刪除了所謂鼓動學潮 限制言論自由的校規 中央大學刪除了聚眾脅迫 飛爬遊行的校規 這個都是戒嚴時期的東西 這個台灣 這個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也刪動了 刪除了這個刪動學潮這個校規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好的 但是從去年我提案到現在 陽明大學 我不知道陽明大學校長是不是在這裡 這個陽明大學 陽明大學校長請上來 陽明大學部長 這個刪除了其中一部分是說 擅自在校內舉辦活動的 要懲處刪除了 但是 還這個 兇小放大了 這個 還有保留這個聚眾請願 影響效益秩序的 還是一樣要懲處了 校長 這條校規為什麼不修改 請校長回答一下 本席去年已經提案了 校長這個校規為什麼不徹底修改 我可不可以回去了解 然後給您匯報 是不是可以修改 這個我去年就提案 今年喔 我繼續提案 凍結陽明大學公關公共關係費用 本席的目的就希望你們徹底檢討 你們如果徹底檢討修改 我就可以把這個提案撤回 希望校長努力 不要保留違憲校規 這個部長也都承諾了 可不可以 沒問題 好謝謝 部長這個你 十月的時候你也曾經承諾 不只大學 針對高中的部分 還有許多更嚴格的校規 部長你曾經承諾 要這個全面清查一個月的時間 那我不知道你做怎麼樣 我在這邊跟部長講 這個校規更嚴重 包括鼓動學潮 懲處 發表不到文字語言 像校刊 也要審查 也要懲處 升降旗不唱國歌 態度不嚴肅 要懲處 服裝儀容 不整 還不能戴有色隱形眼鏡 不知道為什麼要管到隱形眼鏡 那麼 這個早晚自習 吃東西 不行 這個男女牽手 不行 連在校園跑步 也不行 那行為懈怠 不行 無故乘坐 非直系親屬 車輛 不行 還有更嚴重的 如果檢舉同學 談戀愛 可以技工 這個是我們教育的思維 我想 政委員 應該是說這些校規 確實有一些 你覺得怎麼樣 座合時宜 他在不同時間點 以前一路發展過來 那些條文也許在 他也不見得使用 不過 我們也已經請這個專家學者 跟大家已經舉辦了這個座臺以後 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共識 我們會有一個規範 針對未來的校規哪一些 該有的 整個情況 你會定一個規範 這個規範已經初步定出來了 這個定出來以後 我們應該他們會有機會讓我全面 什麼時候可以做完 這個我們已經談很久了 規範已經提出來了 什麼時候可以做完 我們這個規範 其實到我這裡 可能應該短時間 我想一兩個禮拜 不打我齁 這個已經跟你談過很多 我剛剛還漏講一個 在學校期間 除了受傷以外 不得脫鞋子 夏宇天也不能脫 這都違反人權了齁 我也謝謝您對於校規的長期的關注 我相信我們也透過座臺 透過處理以後 已經把規範基本定出來 我們會要求大家 一個月內可都可以提出你的 我們的規範是可以出來 一個月 我們處理的方式 現在已經基本定了 我們規範出來以後 就會折承各個學校 透過他的校務程序 去做適當的修正 我認為齁 不是只有你現在 做這樣的一個溝通而已 或是一個處理的規範 我希望教育部考慮正面路法 提出學生權利專章 在大學法跟高級中等教育法 趕快提出學生權利專章 為什麼我特別講 我跟你今天講第三遍了齁 過去校園存在的 學生跟校方的特別權利關係 四四號六八四號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齁 改變了這樣的一個特別權利關係 尤其是許忠利大法官 他的協同意見書講得非常清楚 學生要保護的權利 不是只有受教權 還有包括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 人格權財產權等等 這些權利都應該允與承認 部長 同樣的李政三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 在行政徵送的解釋的時候 針對學生的身份 特別指出不限於大學生 包括高中高職國中國小 都應該受到這些權利的保障 我希望我們不要再有違憲違法的校規 尤其違法很清楚 我們教育基本法第二條 我們要培養還有民主素養 法治觀念 還要尊重基本人權的學生啊 如果我們校方帶頭侵害人權 要怎麼培養去有民主素養 跟尊重基本人權的學生 所以部長我希望教育部回去研究 除了你提出規範 是不是可以正面入法 提出學生權利專章來宣示你的態度 我想這樣子啊 分兩個階段來看這個事情啊 我們會現在已經在做了這部分 我們其實在12月10號左右就會公聽會 公聽會完成以後 我們會把我們的規範 在這個月月底之前全面的完成以後 請各個學校經過他的校務程序 這短期的先做 優先來做這件事情 在因為他校務會議可能 一學期開一兩次或幾次 能夠在儘快的校務會議可以談的時候 把他的校規做全面性的一個調整 我希望你回去研究 第二個您提到大學法 提到高級中等教育法 好你回去研究 立法院我們會提案啊 你們若不提我們會提啊 部長我再請教啊 施培法 有關施培的問題啊 施培法第13條講得很清楚 施支培以自費為主 兼採工費 跟助學金的方式實施 工費生的條件就是 畢業後要到偏鄉 跟特殊地區 學校服務嘛對不對 是 部長您有沒有注意到 台中教育大學 開了一個教師專業碩士學成啊 收了51名工費生 然後招生簡章 指定畢業分發 分發到哪裡 這個新北市 台中市 新竹市都有 全台灣各縣市都有 部長這個錢 教育部補助的齁 這個為什麼 我們施培法的精神就是 工費生要到偏鄉 特殊地區去服務 但是我們台中教育大學是怎麼樣 關係特別好嗎 我們為什麼收了51名工費生 可以分配到 這個台灣各縣市 當中只有兩名啦 只有兩名分配到這個 離島跟偏鄉 連江縣跟台東縣 而且其中還有分配到台北市 還有像這個台中教育大學 自己的附設實驗國小 部長這樣對嗎 還是說現在已經是 教育部的政策可以這樣做 不是不是 我想這樣子喔 我們當工費優先 他畢業到偏鄉去 這是一個思考 那這個當然最後 這不是思考 這不是思考 這是法力耶 我是把原則跟你講嘛 這是施培法耶 實際上的作業的時候 就會各個縣市 他會提供他的名額出來 這個是 因為這個名額 是各個縣市提出來的 中整的 在那個班去上 所以說那個班 並不是說 就是指揮台東 或指揮那個 是各個縣市提供公費的請求 所以部長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失培法第13條 我們可以擱置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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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 部長你知道嗎 去年的 我請教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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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大學公費生總共多少人 我們失培的公費生多少人 122人耶 但是我們102年度台中教育大學一個班 我是比較的 當然這大學一個是碩士學成喔 就有51名公費生耶 他是說各縣市來這個報缺額 但是這個錢是教育部補助的 因為是公費 那依照失培法精神 他就是要以偏鄉特殊地區啊 難道說我們法定了這樣 然後教育部現在開後門 你在這邊要宣誓說 這是你的政策可以這樣做嗎 呃其實我跟委員特別說明 我剛剛這樣講 當然是各個縣市政府總需求 我們去開班對不對 這個是因為他要開出員額出來 未來那個學那個畢業了以後才能去 這是很明確的 其實在剛才您談到新北市這邊 他也有一些偏遠偏鄉的 他也比較三次啊 或比較這些 他也有 一定要滿足 你確定你現在講的是事實嗎 是 一定是 一定要滿足 你可以看到高生簡章 非常清楚是 是 各縣市全部都有 你確定全部是到偏向嗎 是 我要求教育部把這個請單拿出來 我們把這51名 你把請單拿出來 可以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這個當然是嘛 本席數次質詢你喔 是 這個我們看到說 澎湖的花語國小 這個請主席再給我30秒 澎湖的花語國小 十個老師有八個是代課老師 蘭宇中學八次招聘招不到一個自然老師 我們很多的偏鄉很多的特殊地區 沒有老師 甚至連代課代理教師都沒有 所以我們的公費生就是要優先 充實我們偏鄉跟特殊地區的老師 我同意 我們其實在這個新的年度 新增的1500位 這個專任的師資喔 我們也會優先的去讓他在偏鄉這邊 而且用超過那個原來的編制原額的比例值 因為偏鄉可能很多小校 這些小校用傳統的1.65這個比例可能都不夠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一個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們的努力不管是透過2688 我希望我們這個公費的實驗 部長不要拿來錦上添花 不會不會 回去把簽名給委員會 這可以 這個沒問題 這個沒問題